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类似于我们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这十个目的所要求的这些内容 那么刚才您在谈的过程中 其实我也注意到您谈到了美国的哲学 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么美国哲学又是如何影响美国的博雅教育的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这个问题在很多中国的专家都不从这个地方考虑 这个角度考虑让我觉得很遗憾 都是了解美国了解的很浅 那么现代哲学差不多一般人认为就是美国哲学 那么美国哲学呢 现在我们要讲到美国哲学影响到美国教育的部分呢 其实是美国哲学界的一个倾向 就是你知道美国是各说各话 大家不同的观点 但是有一个主流观点 现在占据了这个教育的领域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还会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 大家不要见怪 不要说哦 美国哲学界一个观点 不对不对 那么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相当于主流观点 因为美国大学的博雅教育 是要把美国的孩子培养成接班人 那么他最重要的就是 要把美国的进步思想 哲学思想 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 价值观 优秀的宗教文化内涵 社会习惯传承下去 所以这是你一听就和就不一样了 中国人听很毛了 就是不是去学点本事就回来 那么美国的哲学思想 现代哲学就相当于美国哲学 美国哲学思想 用在这个教育方面 那么我下面要讲的这些内容呢 其实也是美国哲学界的主流思想的本身 就是我谈到哲学思想用在教育方面 也是教育方面的哲学 其实也是美国哲学思想的本身 这两个差不多一样 所以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第一条 两个方面比较显著 第一条 我们来看这个英文的这个中文翻译 这是英文是别人说的 所以你们大家都比较相信 中文翻译说 教育的目的 他说学习的目的都一样 不再是朝向那个一成不变的 能够指导现实世界的真理 而是获得开创最美好的未来的能力 谁是一成不变的 能够指导现实世界的真理 柏拉图说的那个理念世界里 那个像太阳一样的东西 你要能想到的话 你应该首先想到上帝 所以美国的现代的哲学 现在是想到 怎么能够开创一个最美好的未来 英文叫better word 有点偏离 对上帝的依赖 这一件 这先要跟大家先说清楚 说你要听懂啊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美国的哲学就是 19世纪以来 18世纪几年以来 然后 他主要是 把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 用于研究人文科学 换句话说 也就是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打通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数学是物理学的基础 物理学是化学的基础 化学是生物学是生物学的基础 生物学是心理学的基础 心理学是社会学的基础 社会学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 所以 如果有一个道理在数学里面 这个道理可能会贯通到最后的伦理学和政治学 政治哲学 这是现在的看法 所以我刚才不是跟大家专门讲了吗 这个学生上课有个课叫政治的生物学基础 不是我说 这是真的 真事 所以现在美国你看 你不管上什么课 它都叫科学 不管编什么书 它都是L-O-G-Y Logic Biology L-O-G-Y 就什么什么学 学的就是 什么什么学 的意思就是 超前探索 超前发展 就这个意思 不管什么都叫做Science 我上课了 我今天上 Political Science 我今天上政治学 可是它的翻译成就是政治科学 人文学科现在都加一个Science 所有的学问都加一个L-O-G-Y L-O-G-Y就是什么什么学 这个学的概念都是从自然科学过来的 还有就是政治学需要的这个统计学 这我刚才不说了吗 数学能够一直爬爬爬爬 数学的里面道理一直爬到政治学 那么具体的是这样 就是现在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人文科学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假设演绎法 英文我就不说了 英文我都给打出来 我说错了 假说演绎法 假说演绎法 什么叫假说演绎法 这个药能够治风性关节 这是一个假说 什么叫演绎法 演绎法就是 最常用的这个例子就是 人都是要死的 苏格拉底也是人 所以苏格拉底也一定要死 也就是说演绎法就是 我们在逻辑上推导的时候 是先从总体到个体 那和它相反的叫归纳法 这我不说了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来讲这事情 我们是来讲 现代的西方 科学就是用假说演绎法 居然要把假说演绎法 推广到 人文科学 比如说 黑格拉底说 每个人都是追求自由的 所以这个社会 才会 这个朝着自由的 这个解放的 发展方向 那么 演绎法 它的特点是吗 演绎法 它的特点是 一票否决 我刚才举了例子 这个医药 能够治疗 风湿性关节炎 如果有一个风湿性关节炎 真的是风湿性关节炎 这个要无效 那么前面说的话就错 叫视为 就试验这个为 试验这个假话 所以就是说 人都是要死的 苏格拉底也是 结果有一个人不死 那这个人都是要死 这句话就错 我说到这儿 我就是要 使劲批判中医 中医哪个药 能够经过这样 一票否决 中医你站出来 你说你哪个药 能够被一票否决 你说你这个能治胃病 你这个能治风湿性关节炎 然后你又说 个体不同 狗屎 科学已经到了今天 就必须 所有的 适风湿性关节炎的 它都有效 它都有它的道理 作用的机制 只要适风湿性关节炎 你这个药 这一个不能治 你前面说的错 黑格尔的话也是一样 黑格尔说人类都是追求他的自由 有一个人不追求自由 不想追求自由 黑格尔的话就错了 一票否决 人类都发展到今天都这样 中国人还在那打混 个体不同 有些管用有些不管用 狗屎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的 这个实践主义 英文叫 Pragmastic Pragmatism 这是美国独有的 哲学 美国以外没有 没有这个哲学 美国以外也不需要这个哲学 这是专门解决美国问题 美国的实践主义 哲学理论 对教育的指导 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 过去我们认为是对的东西 都有可能是错的 第二 最好用实践或者实验的办法 来确定你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第三 基于人是复杂的社会议员的原则 这是谁说的 这是亚历士多德说的 中国人说 人是政治动物 No 亚历士多德说 人是复杂社会的议员 中国人犯错了 基于这个原则 我们认定正确和真理 应当是包括全社会 每一个成员的共识 而不是某个重要人物的己见 中国人想一想 这话你听了 你什么感觉 我们认为 正确的和真理的东西 应当是包括全社会 每一个成员的共识 你们大家都还同意地质吗 所以西方社会认为 一个人的成功 应该是基于全社会的共识 如果不是这样 那个人的所谓成功 就是假的 你被选上当主席了 你是被选上去的 它是一种社会共识 你当主席很光荣 但是你是被选上去的 如果你不是被选上去的 你就是假的 第四 因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 所以人和自然界 应当是共享同一个制造原则 我们前面讲了 文科理科要打通 并且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应当是主动的 互动的 有机的关系 不是两者不打尬 而是主动的互相渗透 互相影响 这点很重要 第五 人有追求真理的本能 人自然会展开 追求真理的过程 第六 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 自然会表现出来 与众不同的个人喜好 全说全了 全受全了 啥叫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就是谁说都对 然后怎么办 协调 而不是谁把谁抓起来 这就是民主社会 大妈的广场舞也对 邻居 邻居看书 邻居有看书的大学生 也对 闲巢也对 跳舞 有跳舞的权利也对 协调 不是谁把谁抓起来 谁说谁是反革命 谁把谁关起来 然后只能自己说话 这就是民主 协调 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还是要进入这个 我非常喜欢的哲学的思考方式 我们曾经说过 这个柏拉图的两个世界的理论 特别是理念世界的理论 这是柏拉图的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没有人能够预测 有人会说出这种话 所以西方世界 整个哲学的历史 其实是对柏拉图这个理论的解释和理解 整个是历史 这不是我说的话 这是大家都知道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加一个内容 就是 有学者把柏拉图的 他的这个高级理论 说成是这个 transident form 和他相对应的是 亚利士多德的理论 高级理论 把他说成是 imminent form 这个form 你就把它理解成真理 规律 这个 前面柏拉图的这个transcendent 你就把它理解成 远在天边 亚利士多德的那个真理 那么柏拉图的那个真理 远在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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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利士多德的那个真理 近在身旁 它会长成一棵树 它会长成一棵树 你说你为什么不长成一个花 因为我这个种子是树种 它包含了自身的规律 这就是两个区别 你知道了这两个事情 你现在脑子里想 这两个事情 就像两个光柱 我不要把它说成点 我把它说成历史的长河 把它说成有个长度 光度 光柱 两个光柱 那么所谓的西方的哲学 要么就是在这两个光柱之间摆动 像钟摆一样 要么就是围绕这两个光柱 因为内容越来越多 要么就按照有些柏拉图的这个爱好者说 其实就是围绕柏拉图一个光柱 都对 三个说的都对 不对的就是那个丑恶的中国人的哲学 你们跟柏拉图的光柱 你们跟这两个光柱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光柱 没有任何关系 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两天在可能在北京吧 召开全世界哲学大会 你们也好意思去上去 你们把中国人 从帝国引向帝国 还没出来 你们有脸说你们的先进性 和这两个光柱没关系的 和柏拉图的光柱没关系的 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philosophy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 美国的哲学 显然是向亚里士多德的光柱摆动 我刚才说了 我们要认定我们现在的社会里边 它有内涵的规律 我们要发现这个规律 通过实践的办法 发现的规律 把我们社会搞得更好 我们现在有点不太 朝 柏拉图的那个 远远的像太阳那样 照亮我们 指引我们那个 说法 靠近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第七集 谈到美国的基督教的教徒 越来越少 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内容之一 这个摆动现在朝向亚里士多德的 这个内在的 我们这个社会的规律 它的问题 有点背离 柏拉图的 那个观点 既然是我说了 如果像钟摆一样摆动的话 那么你也知道 美国社会会有柏拉图的支持者批评 美国的现代的哲学 倾向 那么也可能这个钟摆会摆回来 那批评的人是说 我们不能够只低头拉车 我们还要抬头看路 这是批评者的意见 很有意思 说到这就觉得很有意思 一说中国人那也是特恶心 王医生刚才谈得非常有趣啊 实际上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啊 我们把过去我们所说的一些观点 要把它进行的一个阻结 比如说我们谈到了中国哲学的问题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啊 中国哲学史简编厚厚的三大卷 实际上呢 因为它不是philosophy 并且呢就是你说的 实际上整个哲学 它是围绕着两个光柱在之间在摆动 现在无论摆到哪 它可能明天它也摆回来了 但是跟你中国的所谓的哲学 严格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谈到哲学 实际上就离不开政治 那么我就想你要提的问题就是 美国的政治制度 它对博雅教育要产生了什么影响 因为我发现一个现象 很多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留学生 他们似乎不关心美国的政治 我来就是学习的 理工科的就学电脑啊 就研究这些东西 文科的也观看一些西方 西方的书记 似乎对政治比较漠视 那么你觉得美国的政治制度 对博雅教育有什么影响 张杰博士 你这个真的是说到点子上了 因为在中国嘛 为了避开和共产党的矛盾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不关心政治 到了美国还这样说 就大错特错 为什么 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这个博雅教育 它是一种传承 传承什么东西 当然是传承好的东西 什么东西最好 你说美国什么东西最好 高楼大厦最好 上海人到了纽约说 你这么破 我们上海多心 你那个地铁好 地铁都是尿味 人家那个中国的高铁 比纽约的地铁强一百倍 什么好 美国的政治最好 所以就是要让年轻人 进入博雅教育 传承美国的政治理念 所以这一点张博士刚才 指出来非常重要 请中国人一定要记住 不要到美国说 我不关心政治 人家给你啥你就好好学 啥都该学 政治也是一门学问 而且政治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管到各行各业 就是没有什么东西 像政治那样就管那么宽 你躲不开 你不了解不学习 你很被动 所以到美国千万不要说 我是来学一个技能 让你学啥你学啥 特别是你要进入博雅教育 你就样样都要学好 让你学啥你就学啥 OK 好我们今天谈最好的东西 美国政治制度先进行 我大概能归纳到八条 第一条 人种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英国人 其实还有德国人 法国人移民到美国 但是英国人的这个世界 非常非常突出 他们是为了追求 这个宗教的自由 他们是有理念 有想法的人 来的 我不敢说这些人是英国最好的 但是他绝对不是英国最坏的 至少他们要追求自由 就是一个很大胆 的一个想法 那么和谁比呢 和新疆的历史 和澳大利亚的历史 过去都是遣送犯人的 新的殖民地都是遣送犯人的 只有美国例外 所以人种好 第二个 美国国家成立的时候 既没有皇权的阻力 也没有神权的阻力 美国人把宗教 带到美国的时候 一直是保持社区水平 美国会有一些 这个联谊机构 联合机构 但是他发展的时候 就跟美国的社区发展是同步的 美国社区发展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然后就形成州 州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形成这个联邦 但是从来也没有说 州大于城市 联邦大于城市 没有 我下面还会讲 所以都是社区水平 没有一个国家级的官僚机构等机制来管理宗教 所以他没有皇权 我讲的皇权就是你现在能想到的梵蒂冈 教皇 他下面一级一级一级 没有这个 所以他没有两个阻力 两个阻力没有 所以他非常lucky 一下子就判得很高 第三 充分吸收了欧洲 政治民主的优点 欧洲传来是分权制民主选举等等 第四 美国的国父自己也有创造性 我们知道的两个创造性 就不得了 第一个是三级分权 联邦管什么 州管什么 城市管什么 不一样 所以我两次跟大家讲 在美国为什么没有进京上访 因为城市管着你老百姓的大概所有的事 城市的概念就是市政府 市政府的概念大约离你开车不到20分钟 我对市政府的概念就是有法庭 其实市太小了好几个市才合一个法庭 就我的概念也不对 但是我一个概念对的就是 开车不到20分钟 我们不讲纽约市 纽约市超大市 有900万人 这个有点太乱火 第一个是我们美国国父的伟大的贡献三级分权 分权 欧洲分权还不行 还有三级分权 各管不到各 第二个就是政教分离 第二个就是政教分离 我们上次谈到这个政教分离了 这个在任何一个西方的国家都没有像美国这样 严格执行政教分离 我问这个美国人 我说这个政教分离 是害怕政干扰教呢 还是害怕教干扰政 他们打不上岸 他们打不上岸 因为他们意见不一样 但是结果咱们看出来了 就是教的这个左右国家的成分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微弱 第四 就是下第四了 第五就是我们大家知道 欧洲和美国经过启蒙运动 其实启蒙运动不是一个概念 是三个概念 法国的启蒙运动 讲的是平等 英国的启蒙运动 是把英国整个推向了一个现代化 美国的启蒙运动最伟大 美国的启蒙运动 是创造了一个人类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 美国理论家认为 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达到人类社会的最高峰了 这就支持了美国保守主义理论的 这个就成了保守主义理论的一个支撑点 保守主义说 从我们能够眼睛能看到的未来 你随便说 三百年五百年 一百年都不算数了 三百年五百年 不会再有比美国政治制度更加明显不同的好的制度 所以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相当相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说不上也可能五百年 不需要再有革命性的改变 英文叫Revolution 就是彻底改变 不需要 美国的所有的事 都是改良小打小闹 不许大搞大闹 因为没有必要 这就是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的意思就是 我们美国人活的 今天要和昨天一样 明天和今天要一样 所以 大家到美国来 第一件事 先买房子 为什么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以后 你把房子卖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钱来养老 你为什么现在就做一个五十年六十年的一个打算 因为 它是一个保守主义倾向 统治的国家 不变 今天和昨天一样 明天和今天一样 所以 说到美国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它的好 全世界最好 我就想起了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前一阶段 大家都封看美国的电视连续剧 纸牌屋 崔天凯说 这个纸牌屋 说明了 美国人民 对他们的政治制度 制度开始了反思 我告诉崔天凯 一句英文 因为崔天凯的英文学不好 你要读一下 美国人对 纸牌屋的评论 美国人对纸牌屋的评论是 radiculars 我教崔天凯先生一个英文字 你的英文不好 radiculars 什么意思 就是 纸牌屋的剧情 非常的荒诞 你还能想到 美国人还看了纸牌屋 你想到原来美国人现在想自己的政治制度不对 你太荒诞了 你太荒诞了 下一个就是民众自发的各种组织 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特大的特大的一个特点 这个法国的思想家托克威尔到了美国来看以后 他专门讲到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美国它是自下而上的一个社会 所以美国的上层要听下面的意见 那么社团集中了表达了下层的意见 我现在给你加一个很重要的事 大家记住 我们中国人把孩子带到美国来 念语念的可好了 考大学的高中的时候念语念课 考大学人不要 考大学不要 为啥不要 妈妈问了 说没有参加课外活动 中国人说那是课外活动 好的妈妈急的 还有二儿子呢 就赶快还差一年 就赶快让孩子去参加三四个课外活动 到了上大学还不要 妈妈说你说我们没有参加课外活动 像我们参加课外活动 参加三四个你还不要 为什么呀 他们也搞明白 这不叫课外活动 这个叫民意团体 当然学生的这个民意团体都是模仿和学习 不是很真实的 各式各样的自发的这个民众的团体 比如说钓鱼呀 打球啊 下棋呀 关心政治啊 关心妇女平等的 就各式各样的组织起来 为什么哈佛大学不要你这个孩子 你考试是满分 为什么不要 因为哈佛大学想培养 这个学生 他能够反映民意 哈佛大学需要这个学生 他不光学习好 他还能够反映民意 你的孩子之所以去了三四个地方 哈佛还不要 就是因为你的孩子不是这个活动小组的头 你的孩子如果是活动小组的头 游泳队的头 打篮球队的头 他就不得不面临更复杂的状况 而一个普通成员不会面临这种状况 这大家都知道 四个头很倒霉 啥事都找你 这样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以后 才能够看透 搜集跟政府及时反映民意 好 我告诉大家了 你的孩子到美国来念书 念小学 想念好大学 不光要念书好 要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最重要的是 他哪边擅长 他哪个地方擅长 能当那个小组的头 你才有可能被哈佛大学录取 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民众团体 数不清道不白的那么多的民众团体 因为美国的政府是建立在这个团体的意见之上 所以谁他一天盯着这个团体 团体的领导人告诉美国政府什么什么事儿 美国政府就马上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 我们是一个钓鱼小组 钓鱼小组里有一个人说 这条河两年前我还能钓上些雨 现在啥都钓不上 是不是河的上游有一个化工厂出问题 那个钓鱼小组的组长就很快跟市长联系 市长马上调查 是不是你们化工厂我毒水放出来 美国政府就是这样运行的 所以一定记住不是课外活动 是参加社会实践 一定记住不是跟摊的 不是跟班的 是尽量找出你孩子的优点 在那个优点突出的那个小组里当个头 你的孩子才能够上好大学 最重要就是说 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和自由 中国人的核心价值 大家都知道 唯利是图不计后果 这差比文明人差太远了 说个笑话 说到核心价值说个笑话 我喜欢这个笑话 这个笑话是问答 一个问一个答 问 为什么中国到处张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标语 而美国却不张贴宣传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标语呢 答 你见过哪个良家妇女 在自己门上贴一个帖子说 我是良家妇女 我是良家妇女 想定了 花贴宣传资本主义核心价值是功能的